今天小事大聲問 就把鏡頭轉到狗狗的身上 說到狗狗 其實牠們也不見得都是B咖啦 好像比人還會告訴你 狗狗有 狗狗在一些老牌傳統華人眼中 不就是畜生嗎 牠們到底和其他畜生有什麼不同 使得人類把牠們稱為最要好的朋友呢 牠可以逗你開心 牠可以幫你看你的家 可以做寵物 連可以幫你抓貓 可以防盜 可能會說跑下去幫你拿報紙 有些狗是很聰明 牠們會MAX會一些 狗狗會算數 真的假的 是不是演戲的 狗狗你這麼厲害嗎 看到別人的狗狗當上了大明星 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狗狗一舉成名 好常常當心爸心媽的滋味呢 POOFY在本地狗狗演藝界算是小有名氣 當上了明星跑起來都有風了耶 今年七歲的POOFY 她的通告可多啦 她除了拍廣告上電視之外 還拍過Bollywood電影呢 因為拍攝的過程中我們可以拍一整天 就是為了那幾秒鐘的廣告 這樣拍完之後會有一種成就感 當然出去人家覺得 原來就是你就是那隻明星狗的狗主 但是會覺得一點點自豪 特別以為POOFY是一隻長得漂亮 只會表演的狗狗喔 牠可是聰慧過人 還會幫主人當管家呢 從小的時候牠就比較有人緣 比較人性喔 根本不像一隻狗啊 像下雨天牠就會叫你 去廢你 叫你去關窗 不懂是不是 是牠的星球的披薩吧 牠就是有這種人緣 COOFY的伯樂就是馴狗師 黃漢輝 牠獨居慧眼 在狗狗訓練班中發覺了可愛有靈性的POOFY 漢輝說在挑選狗明星的時候 牠最注重的是狗狗的靈性氣質 不只是牠的外表 牠的動作就會很可愛的那種動作 不過也要看當時拍的劇本的要求 那隻狗不要卻場也是很重要 我有訓練過一些狗就是訓練到很高級的 牠們帶去比賽的時候 都拿到第一名的那類的 就是Obedient Competition拿到第一名 可是呢 在場裡面那個燈光那些聲音 牠很怕 而且牠一怕起來呢 也怕陌生人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拍電影或拍戲的時候 需要那個演員抱那這種 牠不喜歡陌生人抱的 一抱牠牠就會掙扎得很厲害 那個就不能用來拍戲 所以啦 要當狗明星還得要有一定精良呢 漢灰開辦的並不是狗狗的演員訓練班 而是狗狗服從訓練班 主人每星期帶狗狗來上課 讓狗狗接受服從訓練 完成高級服從訓練的狗狗 還可以走專業路線 當救生犬或治療犬啊 可是 讓愛犬當明星 好像比較能夠光耀門眉齁 並不是所有的阿貓阿狗 都像我們家小花 這樣可以當明星的OK 對不起讓一讓 我們得改去練場記者會呢 有希望是有希望啊 還是就看看牠有沒有那個能力 這個當然是有那個希望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也不會去搶球啦 就是我們也不要說 給我們的狗太多壓力 牠已經單做一次了 現在我是叫牠訓練多一點 就給牠單做別的角色啦 謝謝 我幫你寫著 狗狗電影 總是轉人熱淚 狗狗真的會根據劇本的要求來演戲嗎 還是純粹是剪輯效果罷了 我就不信狗狗不會演戲 狗狗狗不會演戲 Sleep S-L-E-E-P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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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鑽石夜總會很多狗都會演戲的 有一些狗狗的品種 可能牠們說比較聰明 牠們可能會比較了解 到底要牠們做些什麼 有一些就可能沒這麼好 我認為牠也不是演 牠也是聽指示的 牠的主人 是嗎 狗當然不會演戲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帶狗去演戲 連狗都不知道牠自己在上電視 或者在拍一個廣告 或者是拍一個話劇 牠只是聽從命令 有時候牠們因為在場裡面 我們拍的 就要引誘牠當成牠在裡面玩一個遊戲 喔 原來狗狗只是按口令做出反應罷了 凡是訓狗師必須了解狗狗的習性 才能引導狗狗做出導演要的表情和動作 如果要狗狗裝死 如果要狗狗興奮起來 只要拿著牠最喜歡的玩具或零食 就搞定了 其實我們狗狗是不會看劇本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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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夢過去 還不是全靠你們幫忙 搞一出好戲 你開心 我們也就開心了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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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